今儿凌晨,AMD正式揭晓了全新的任3架构,并推出了4款锐龙5000系列处理器 据苏妈表示,AMD这次不但是自2017年推出任处理器以来,提升最大的一次 而且还是拥有最华丽的规格,最强的性能,以及最良心的价...呃... 最精准的价格增长了一次 那么关于这次锐龙5000的具体表现到底如何呢? 下面就请各个超级客一起来看看吧 和此前的消息一致,本次的任3系列的命名方式直接跳过了锐龙5000系列 而是直接采用了锐龙5000系列,AMD一共首发了4款型号 其中定位旗舰级的是锐龙95950X 在规格参数方面,它几乎和现在的锐龙93950X一样 都拥有两块CCD模板16核心32线程设计 TB光号为105W,包含8MBL2级缓存和64MBL3级缓存 当然L3级缓存从4块16MB变成了2块32MB 并且分别由8个核心共享 默频设计为3.4GHz 但最高加速频率却从原来的4.7GHz来到了4.9GHz 相信小超一架超过5GHz完全不是问题啊 在性能方面,根据官方称 锐龙95950X相比于锐龙93950X 在内容创作性上提高可达27% 游戏性能提升可达29% 相比于i9-1900K,创作性能将高出最多59% 游戏性能高出最多11% 至于价格方面,国外售价为799美元 而国内暂时还不清楚 接下来就是次旗舰锐龙95900X了 在规格参数方面与龙93900X一样 都是双CCD12核心24000人设计 又有6Gi2级缓存,64Gi3级缓存 但基准频率是从3.8GHz调到了3.7GHz 而最高加速频率从4.6GHz提高到了4.8GHz TB光号依旧为105W 国外售价为549美元 不知道AMD为何要如此操作 难不成又是有什么妙招 如果对比锐龙93900XT的话 则是基本频率降低了100MHz 加速频率提高了100MHz 在性能方面 锐龙95900X的单线程分数达到了631 首次突破600分大关 对比锐龙93900XT和i9-1900K 均有16%的提升 而在游戏性能方面 1080P分辨率下 锐龙95900X相比于锐龙93900X 提升了最多50% 对比i9-1900K则可以高出最多21% 这样也直接证明了 锐龙95900X将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游戏处理器 正让英测耳情何以堪啊 果然AMD YES 然后是偏向于中高端的锐龙7-5800X 在规格参数方面 它拥有单个CCD 8核心16线程设计 4MHzL2G缓存 32MHzL3G缓存 基准频率为3.8GHz 最高加速频率为4.7GHz 相比于锐龙7-3800XT 前者降低了100MHz 而后者保持不变 且地比公化为105W 国外售价为449美元 锐龙7-5800X对比i7-1700K 单线程高出了9% 多线程高出了11% 1080P游戏表现持平 最后是更加清贫的锐龙5-5600X 在规格参数方面 拥有6核心12线程设计 搭载3MHzL2G缓存 32MHzL3G缓存 基准频率为3.7GHz 最高加速频率为4.6GHz 相比于锐龙5-3600XT 前者降低了100MHz 后者提高了100MHz TW公化为65W 国外售价为299美元 在性能方面 锐龙5-5600X对比i5-1600K 单线程高出了19% 多线程高出了20% 1080P游戏表现高出了13% 总的来说 采用了Zen3价格的锐龙5000系来确实强大 不仅将每个CCX模块的核心数量进行了翻倍 而且对L3G缓存也进行了重新设计 也以至于让所有核心都能够共享 并可以直接访问 相信这一点也解决了高频内存的延迟问题 甚至更可怕的是 Zen3的IPC同频性能相比于初代Zen架构 提升了2.4倍 相比Zen2提升了20% 相比于i9-1900K 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.8倍 但锐龙5000全系的TDP功耗 却和上一代几乎一致 可以想象的是 Zen3的确是Zen架构诞生以来 变化最大最恐怖的一次 而本次的锐龙5000系列将于10月5日首发上市 也将是最后一代支持AM4主板插槽的CPU 至于新主板 新协议TDR5等核实到来 据AMD表示 应该会在2022年5nmZen4推出之后 才会大面积普及 如果秉持着买新不买旧的原则 目前综合看来 新锐龙的性价比还是非常可观的 至于大家说的价格不够香 这还只是首发阶段 后续肯定会越来越便宜 越来越香 所以大家请大喊出六字真言 AMD YES 至于隔壁的英特尔估计已经残枯了 作为臭打游戏的你来说 是考虑购买10nm++++++的英特尔还是性能翻倍的刃三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者大幕上留言 若还有什么疑问或是配置问题 也可以加入超级歌的粉丝群 并记得关注我们哦 我们下期再见